市長 部長好 在種植詢的時候 交通組的質詢 我提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的納稅人 2015年 桃園機場北跑道花了23億 南跑道花了30億 結果花了50幾億之後 大家看到的結果 是在世界上面 丟臉丟到國際上 連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 那天種植詢的時候 包括院長 包括你都跟我承諾 這件事情要徹底調查 嚴肅的檢討 5月要提出體檢報告 這個體檢報告 部長看過沒有 看過 滿意嗎 這個是一個 初步的報告 我們是針對基礎設施 就水電跟跑道方面 那 滿不滿意 因為我自己的主廚過開會 對齁 我們對問題的診斷是有抓出來 那當然 短中長期的解決方案 我們還需要一點時間 一個一個問題來 這種工程品質 憑什麼完成驗收 這個是我上一次 在總質詢的時候的核心問題喔 我拜讀完了 整份報告以後 工法扯一下 後面改善扯一下 我完全沒有問到這個最核心的 沒有看到這個最核心的問題的答案啊 所以按照目前提檢小組 你們自己 提檢小組的判斷是 當初辦驗收是沒有問題的 是嗎 呃 驗收是有問題的 好 停一下 如果驗收是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沒有在報告裡面 誠實的呈現出來 有一部分現在正在這個 就是 不好意思喔 部長我們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啦 剛剛您承認驗收有問題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驗收有問題 驗收有什麼問題 誰應該負責任 為什麼沒有在報告裡面呈現出來 這個是針對基礎設施 我們的一個 這個體檢 你要怎麼去命名它 我不管 上次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想我的問題意識非常的清楚 五十幾億的工程 變成第三世界國家的水準 我說 驗收怎麼驗收的 誰應該要負責 部長你自己也跟我說這個報告 你也不是那麼滿意 你也有參加會議 驗收也有問題 初步的對基礎設施的體檢的部分 完整版什麼時候要出來 其實啊 委員您看到了這個 以時間軸 去把所有的工程的 部長對不起我時間有限 我後面還有問題 階段把它 完整的報告什麼時候要出來 指定出來 我們目前就是以這個報告 然後我們後續的 奇怪了 剛剛部長跟我說這個報告 你也不是很滿意 我並沒有說不滿意 我是說 所以你滿意這個報告 這個是一個階段性的一個報告 我們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嘛 當你也承認驗收有問題 我問你報告怎麼沒有呈現 那你說都是書文版的 因為驗收就是有問題 才會打官司嘛 才會現在 對啊 在 那你驗收有問題的寫在哪裡 我們現在就把時間點找出來 我們現在就把時間點找出來 因為那個驗收背後 當時的所有的資料 為什麼部分驗收 部分沒有驗收 然後時間久了之後 對這個爭議 因為廠商跟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單位之間 法律訴訟 但是我們不能夠 就只等法律來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嘛 所以就在期待這個調查小組嘛 那我的問題還是一樣啊 驗收有問題 這一個調查小組我跟委員報告 哪裡有問題 誰要負責任 這個是我的核心問題啊 我們先把所有的事情的來龍去脈 按照時間軸把它指定出來 然後 我們現在是就整個行政上 以及技術上 我們把問題抓出來 那解決的方案 我們也初步有分短中長期 可是需要一些時間 那有一些在說 問題在哪裡 抓出來 解決的方案 分短中長期 我核心的問題是 搞了這個事情出來 誰應該要負責任 驗收出了什麼問題 這是我總質詢核心的問題 你要時間 我也給你時間了 報告裡面 完全沒有提啊 這個部分 責任當然是相應於 如果我們 我們釐清了 這些問題 那就會呢 針對什麼時間點 誰做的決策 或誰去執行 比如說為什麼 跑道是用 這個硬的還是軟的 滑行道的問題 那驗收為什麼 有些驗收 有些沒有驗收 有些部分驗收 這個問題都指認出來了 好 那我們 我們需要針對這一個對應的時間點的決策的負責人 或去驗收的人 什麼時間可以有完整的報告 這個我們必須要進行 包括究責的名單 這個 這個我們已經把時間軸跟所有的決策都指認出來 市長你講過了就不用重複了啦 好 是啊 什麼時候有完整的報告 什麼時候有究責的名單 因為 我們這是主動 我們針對這個問題來釐清 我們絕對會 來透明化 那該 因為其實 委員也了解 這個事情的來龍去外 從當時的民航機到成立淘機公司 他前後歷經十來年 很多的決策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些問題找出來 誰做決定的 誰去驗收的 當時的資料 然後 把這個責任釐清 市長我們現在帶你看啦 第一頁我就看不下去了 偶有發生損害的狀況 南跑道跟南廠滑行道 三年就345件 你們自己的提寫報告 上面寫說偶有損壞 我第一頁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整頁報告拜讀完了以後 所以我才問你滿不滿意啊 如果部長沒有覺得不滿意 我今天在國會的殿堂上 誠實的跟部長報告 我看完了以後我非常不滿意 我不知道啦 社會大眾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看這篇報告 看完這篇報告以後 大家行程決定 看滿滿意或不滿意 接下來的問題是 體檢小組的召集人是誰 我們副市長 這個 體檢小組的召集人是誰 齊副市長 齊市長 你們上面喔 召集人主持體檢會議 由本公司副總經理擔任 是 這是你們報告寫的啊 怎麼你現在講的召集人跟上面講的 又不一樣 但是呢 我們整個體檢報告是由齊次來負責 那下面的一些分組 還有這個 主持會議 我有直接講嗎 提檢 委員會召集人 陶基副總經理 這位副總經理啊 從出事的這段時間 從2014年就開始看了 通通都有參與啊 結果你們要檢討的 要追究的 去搞 去搞 當初的主事人 自己來當提檢委員會的召集人 現在是自己 提檢自己就對了 我們也有找專家委員齁 還有做一個單位的代表 你們的專家委員 我直接點名啊 是 當初決定 你說上次總資訊 你跟我說工法有問題 那個時候的董事長 叫郭 蔡文 他是陶基的董事長 接下來要去哪裡呢 中華工程顧問師當董事長 結果你說 我們也有找其他的專家委員 非常的好 結果你們找的其他的專家委員 中華工程顧問師 全部都是以前他的下屬啊 第一個 自己查自己 提檢委員會的召集人 就是那個時候的陶基的副總 第二個 你說委員有找專家委員 第二名第三名 就是該負責任那個人的下屬 第四名 是當初辦理招標的 當初辦理招標的評選委員 我看完了這個名單以後 我恍然大悟啊 為什麼會寫這種東西出來 為什麼會寫這種東西出來 交通部如果要認真面對這個問題的話 會找以前自己 可能都應該要負責 自己可能要成為究責對象的人 來當提前委員會的召集人 會不會太離譜啊 我們內外都有 對啊 你外部的我也幫你秀出來啦 第二第三 是可能要負那個董事長 在中華工程顧問師的下屬 第四 是當初去辦理 限制性招標的時候的評選委員 這個叫做內外都有 這個 這樣叫 這個真的是我們交通部 在做這個體檢的時候 真的要給社會大眾 認為我們在整個體檢的過程當中 真的是有決心要徹底改善嗎 部長沒有關係啊 這個是出稿嗎 我近代 你們完整的報告 跟舊責名單出來 幾十億的工程 不是開玩笑的 我希望喔 你們展現出來的態度 不是在總質詢的時候 裝的很有魄力 一定徹查到底 結果在組成 提前委員會的時候 搞的都是過去可能要負責任的人 好 謝謝